现在最近好多人讨论的 这大导演李安的《少年拍奇幻漂流》 王力宏力挺一个星期看了两次 其实王力宏之前曾经演过李安指导的《色戒》 这一次他则是一个星期里面 自己去看了一次 那么另外又请工作人员再看了一次《少年拍》 他说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巧的是他的绯闻女友舒淇 心有灵溪 在微波上也帮李安拉票 而沃虎藏龙的老班底杨子琼 也在这个《少年拍》欧洲的首映会场现身了 力挺李安用自己的行动来力挺他 而对于台湾来说 有七成的场景是在台湾拍摄的 有没有可能帮台湾创造更多的观光商机 李安导演新作《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许多场景都在台湾拍摄 南台湾景色当然也没错过 剧中湖蒙群聚由海藻组成的湖蒙岛 其实就在满洲港口的白熔园 白熔园里最大的一棵白熔树 它的气生根就多达207株 因为不断的向外延伸盘根错节之下 才能形成这样壮观的自然景色 壮丽的白熔园地点就在农委会林业试验所 恒春研究中心的港口苗圃园中 还有另一个熔园其实是私人土地 白熔园的强韧生命力一束成零 营造出片中岛屿的神秘景象 如果想来一窥美景 还得一个礼拜前就先申请 剧中拍漂流到的美丽孤岛 被像中的其实就在白沙湾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票房开红盘 在台上映不到五天 累积6500万票房 甚至在北美票房还冲破9亿 南台湾景色再度要上国际舞台 势必再带来一股观光热潮 TVB的新闻 吴中旬 真理员 SNG小组 屏东报导